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次重要的访问 这次访问就是到弗吉尼亚 原本计划投资830多亿美金 在这个亚烈技术 亚烈技术主要是生产月圆器和月圆油的 还有是电厂什么项目 这个事儿呢 影响比较大 是因为这个项目本身啊 这个协议是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 在川普总统访问北京的时候 双方签订了一个友好协议 本来这个协议呢 对中国国家能源投资公司叫国能投 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 对吧 毕竟有800多亿美元的外汇收信给你 然后你把它投在美国 收益怎么样 现在不说 就这800多亿美元升值 美元升值10% 都能带来80亿美金的收益 就是只要钱出来 国能投都是赚钱的 所以从这个中国国家能源投资公司的角度来看 他肯定不是取消这次访问的主要的作者 这应该是上面的意思 中美之间贸易战打的这个不可开交 拿了这个项目开刀 并没有说取消这个项目 只是取消了一次访问 这主要是要给美国一点color attack 就是你要是在对我不好 我把这个项目取消掉 那么弗吉尼亚是受伤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个国能投原来是神华集团和国电集团的合并产生的 国电是发电的 热电为主 那么神华是搞煤炭的 煤炭 煤化气 搞这些东西的 两家合并就是搞能源投资 那么中国的能源投资实际上空间已经不是很大 世界各国的能源投资 国能投可能最想进入的市场就是北美 那么这个项目对于从经济的角度看 对于国能投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但是他是一个国营企业 相信这800多亿美元也不是他自有资金 国家贷款为主 所以他得听国家的话 服从国家战略安排 首掌让你上 那你就得上 首掌让你下来 你不敢上去 对吧 这是一个消息 那么这个消息对美国来说 我估计只能增加川普团队的战斗的决心 不能增加川普团队取消对美国 取消对中国制裁的这种意念 对吧 这就是越打越火的那种做法 就是想让你火 然后跟我打 所以中国的这些策略你确实看得不大懂 意思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贸易战就是说 害怕美国打得不大 要美国使劲打 就是中国网民说的 给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下面留言 就是说要打你就使劲打 怎么使劲打呢 先把美国刺激一下 拿着800亿的疫取消 给川普总统脸上无光 你看你去签的项目黄了 那么呢 让美国就更生气 打得更起劲 过两天再来一季 再来一季这个重拳 让美国呢 再狠狠地打 那这样的话呢 好 这个仗呢 越打越厉害 所以我就在想啊 这些人究竟是在黑中国呢 还是在红中国呢 就是究竟想干什么 中国现在团队啊 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 比较莫名其妙 就中美这个贸易之争 美国呢 是五百亿出来 想抹掉这个贸易送差 它的目的明确 那么中国又出个五百亿干什么呢 你有没有这个对美 有没有逆差 你是送差 你也杀掉自己的送差 对不对 那你打这个五百亿目的 究竟是在哪里 那我的理解是 这目的就是为了 让美国痛 让美国停下手 可是美国回不去了 美国已经停不下来了 川普总统他话已经说在这 事儿已经办在这 他再回去就是他下台的事情 选民对他已经失去 信任的时候 对吧 失去信任的时候 所以美国回不去了 你拿五百亿能砸回去吗 对不对 你砸别人你也砸自己 我前面就说过 这个朝鲜拿核武器都没砸回去 所以中国要看清楚 自己要干什么 你要阻止美国 还是要发展自己的经济 你打的仗对自己也不好 对美国也不好 那你打仗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让美国痛一下 美国痛不痛美国的事情 美国自己会知道 所以中国团队在这方面 战略方面 就是目标方面一定要明确 现在又取消这个八百多亿 这不是不能取消 作为策略来说 你可以这么玩 目的又何在 让美国痛 一系列的让美国痛的这种做法 只能把这场这个大战越打越大 没有这个停下来的可能 而且从这个经贸领域 会打到金融领域 会打到人权领域 会打到这个台海 会打到南海 到处都打仗 而且很不幸 你跟世界上最厉害的国家在打仗 你可以找一个小的打一打呀 对吧 先列列手也行 你把边上那个哪个小国家看着不舒服 去打一打 列列手 你的解放军多年没打仗 枪炮都没用过 你跟美军美军年年在打仗 对吧 这个 这个是提外之话 那个 就是要思考 究竟目标在哪里 要理性决策 面子并不重要 哪有什么面子 对吧 全世界的人都看得清楚 一眼从面子里面看到里子了 所以没有什么面子的问题 这是一个消息 第二个消息呢 大家没怎么关注 我关注了 中国财政部有个消息 说中国国有企业前五个月的营业收入 增长了10.2% 其中央企的收入增长了9% 然后利润呢 利润同期增长 这个国有企业增长了21.8% 然后央企增长了20% 20% 就利润 营业收入增长 这个是因为市场债率在增长 对吧 利润在增长 就两个原因 要么就价格上涨 要么就成本降低 成本降低在国营企业是很难的 那么就是因为价格上涨再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 在中国经济面临极大困难 民营经济急剧萎缩 投资萎缩 消费萎缩 进出口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 国有的这一部分利润并没有受损 而且也在 还在 勾勾猛进 这是什么呢 其实 这些利润 不是生产出来的 这些利润 是从其他市场上切割过来的 它是通过挤压技术 挤压掉民间的利润 然后呢 利用垄断的地位 制定垄断的价格 获取垄断的利润 所以这是一个消息 但不是一个好消息 国营企业 它的问题 这个很多人都说过 但是呢 国营企业却是现在中国经济的核心地位 那么 国营企业在于垄断地位 在于这个主导作用的时候呢 中美之间 爆发了这个经济冲突 然后爆发了这个中兴通讯事件 芯片事件 这个揭露开来 中国没有核心竞争力 没有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这个时候最应该问责的 就是国营企业 就是国资委 国资委成立 十六多年来 为什么在国家核心竞争力方面 跟十六年前比 没有多少提升 今天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地位 跟美国比 和十六年前比 没有多少变化 那么这十六年来 国资委 下面的领导的企业 占有了中国经济 最肥硕的部分 最能赚钱的部分 却没有带来核心竞争力 是不是应该问一问国资委 这十六年来 你们在管什么 你们在发展什么 国资企业在发展市场 在挤占市场 国资企业市场占预率的提升 是这个社会经济的一种危害 国资企业利用率的提升 是对全国老百姓的盘剥 所以在如何发展国资企业方面 西方是非常非常谨慎的 不要以为只有中国懂国资企业 中国的国资企业处于低水平阶段 五十年前 西方就有国资企业 有发展的很不错的国资企业 西方对于国资企业的发展 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最后的结果是 要自由化 要严格监管 国资企业是对经济发展有伤害的 这种伤害的作用呢 并不是因为国资企业 它这个仅仅是通过 因为这个效率的垄断 国资企业对经济的伤害是全方位的 中国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降低 跟国资企业有莫大的关系 败导体行业早就存在了 中国也早就发展了 中国败导体行业发展最好的时候 是朱镕基的时候 那个时候恰恰是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的时候 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 再后来国营企业不愿意发展败导体行业了 为什么 太难了 在短期内不能见到收益 有大量的投资 这个领导人任期还没到 而任期已到 这个败导体发展还没有什么成果 他怎么可能会去发展这种东西呢 他要发展到他任期内能开到效果的 有利益的 就像京东方发展这个瓶一样的 面板一样的 他为什么不做研发呢 再做研发 现在做研发这些领导 换上几届 都看不到成果 所以他们改做面板 做代工 对吧 最快的那一部分 也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一部分 所以说国资委啊 没有反思国营企业 对这个社会经济的危害 而片面的 不断的 喊着要做大做强 当然这个可能也不是他一家的原因啊 一家之言 还要听上面的 做大做强太容易了 都把民营的挤占掉啊 把他们杀死啊 围剿啊 如果杀了还不死的 收买啊 买下来就行了 对吧 所以 真正要反思的 是 国营企业 国资委 而中国的2025计划呢 是一个不错的计划 是要补偿 中国在高科技方面的短板 这个2025呢 应该是国资委参与 不是他主导的 好像是工信部主导的 那么国资委对国营企业的危害 很多人都是反复从各个方面的讲过 那么我们说啊 这个 当前突出的地方在哪里呢 突出的地方 对中国国家核心竞争力来说 国资委的垄断利用 其实就是对创新的这种末杀 因为他垄断了 对吧 垄断了 已经赚了很多垄断利用了 他不要变了 因为可能把他垄断利用变掉 他的期望 从经营层的期望是什么呢 经营层的期望是这个垄断的时间越长越好 我就可以坐在沙发上 看着巴西踢球然后赚钱 所以他为什么要给呢 这就是阻止创新改革的内在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在哪里呢 国资委对国民企业本身的拐利思路也有问题 拐人拐事拐钱 什么都拐 现在变成要拐钱 这是学代码系的 想想一下 代码系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中国要去学代码系啊 那你们有没有自己的东西呢 那么国资委拐人拐事拐钱的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一样的 方法一样 思路一样 希望流程也一样 一样的有没有错呢 没错 问题是 你这一样的是不是最先进的 你要用的是最先进的 推广成一样的 标准化的 那么是可以的 这就行业也有这种做法 叫做这个标杆企业 去做 可是你不是最先进的 那么你在标准化的时候呢 就 我们叫同志化 就同志化 就把 一类杀死了 谁跟你想的不一样 绝对的 高度的 一致 思想上一致 思想上一致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实现 没有思想 有思想的时候 一定不是一致的 达到 忘 无我的境界 没有思想 一致了 同志化 最后 反而 有一些小小的改革 或者有一些小小的这种 多元化的思想呢 都被看作异类 异教徒 杀死他 那 天长日久 大家都被同化的 认为这就是真理 这是佛说的 对吧 大家谁都不要乱想 就这样 不要问为什么 就这样 同志化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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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呢 对吧 创新就要不一样 创新就要颠覆啊 把过去替翻 谁敢替 几百年前的这个东西 都不敢替翻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呢 这个 国资委领导的这种体系啊 其实他有一个 财富的集中化 财富像 因为国资委现在的垄断 它不是产品的垄断 垄断技术也 在商业模式也发展得比较快 现在的垄断是产业链的垄断 逐步的发展到对前面的 对资金的垄断 对资金的垄断 那这样的话呢 就财富 整个财业上财富都集中在一起了 财富集中到那个 最核心的那个阶层里面去 那么财富的集中啊 实际上本身也是 这个最创新的一种阻碍 你创新要钱嘛 对不对 如果说光不平大脑 我估计这个 马斯克 现在还是被人们认为是个疯子 因为他没钱的话 他的思想实现不了 美国的好处是 你有伟大的思想 我有伟大的钱 当然一结合就是伟大的起源 中国的情况就是说 你没有思想 我有钱 对吧 所以 所谓的创新 就变成了我拿钱 让你按照我的意思 写几篇论文 每年都有科技 这个创新的这种拨款的 但是 真正你做进去 你会发现 这都是 哄钱的 最后有些企业很痛苦啊 因为科技创新的这个钱花不掉 如果他企业很大 比如说100亿 那么4%的这个科技创新费 科技投入 科研投入 就是4个亿 他要花掉这4个亿搞创新 对不起 找不到方向 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创 最后怎么办呢 社会交标 谁能给我创新 我给你钱 这是什么呢 其实最后都变成 那个利益输送 利益输送 你不能把4个亿都输送完吧 第二年这4个亿没了 第二年也第二年的 对吧 所以要想尽办法 把它花掉 大家去开会吧 学习吧 所以可能科研经费里面 你去查 大约很大一部分呢 都是一种 会议 交通 食宿 礼物 最后 成果的这个发布 请这个名人站台 印刷 成果呢 最后你发现 付了这个业 成果这方面钱呢 没多少 所以啊 这种财富的这种集中啊 不是好事情 我们想一下 一个出租车公司 它垄断着这个城市的出租车行业 它担得很好啊 只要人要移动 就有出租车行业 所以连出租车这么最低端的 财业链里面最低端的地方 国资都不放弃 基本都是国有资产 里面搭的那些 七七八八的这种 其他的投资人啊 基本都是亲戚 谁的亲戚 你不要问我 对吧 你问我 我也不告诉你 我也不认识 啊 这些亲戚呢 和加上这些国有企业呢 把末端里面 搞成垄断的 当然用权力啊 搞成垄断的 然后赚钱 他最怕谁呢 最怕滴滴这样的公司 所以你让出租车公司去发明 搞创新 搞个滴滴出来 一万年 太久 就搞不出来 为什么呢 没有那种内在的驱动啊 为什么要去搞啊 所以 这就是 这个 垄断 同质化 思想的这种高度集中 财富的集中 杀死 创新 还有什么 这没完了啊 还有呢 这种国营企业的思想啊 体系啊 比较保守 什么保守 其实啊 它就是人们被洗脑到一定程度 的一种对环境的适应 你把猴子放到一个笼子里面去 他只要胆敢 接近这个笼子的门口 你就抽他一鞭子 抽上十年 这个猴子永远不会再走这个 到门口来了 你把门打开他都不来 他不会跑了 公益企业的头是一样的思维啊 多二年的这种教化 会议 学习 惊心动魄的这个权斗 最后 他不那么想了 你让他搞创新 不是他没有这种思维了 他这个 基本的这个原始的这种 概念 都不该有了 而且 这种体系下 根本不允许你犯错 你犯错 立马走人 后面很多人等着就等你的位置呢 这叫什么呢 没有试错机制 搞创新 一百次乘一次就叫成功 在国营企业 一百次 乘九十九次输一次 就叫失败 因为一次就把你们沃沙帽打飞了 就没有 就没有下次机会了 对不起 没有试错机制 但你说 我们强制给他说 允许你们错 可不可以 可以 这就违背了 这个自愿的原则 反而 比其他的这种 权力雄租啊 或者这种搭便车啊 又打开一个口子 你不是允许我错两次 错三次吗 好 我错两次钱 一次 五千万 两次一个亿 我错了 你允许我错的 好 第三次我不干了 是错吗 这就是这种机制下 它自然会找漏洞 因为这种体制 它并不是 激励先进的 而是雄租的 整个流程链上 都是雄租的导向 所以这个 没有钱 芯片怎么可能生产出来呢 对吧 这个 这个 焦大的那个教授啊 那个教授 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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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了 就搞那个什么 龙兴的 他他其实是懂芯片的 不是不懂 他是摩托罗拉出来的 对吧 他搞懂芯片的搞造假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绝望啊 搞不出来 不可能搞得出来 不是他不懂啊 他太懂了 正因为他懂他才绝望 他才搞假 问题是 连他都绝望 那国自卫那帮人凭什么高兴呢 我们很好 我们很强大 那真的是无知 那帮人是不懂的 那个造假的是懂的 所以 请问核心竞争力怎么出的来 半导体怎么出的来 半导体 最近说芯片 很多人跟我竞争 跟我不争弄啊 芯片 我们能生产 还是啊 我不想 我不想辩论 为什么呢 因为我懂啊 我是菲利普半导体出来的 N质谱现在 我知道你芯片出来 你后面还有一长串的产业链呢 你只是出了成果 可是这个生产的 生产线在哪里呢 光刻机在哪里 刻式机在哪里 对吧 你说我可以买 对呀 现在为什么 ASMO要卖给中国 因为中国有可能生产出了低端的 它卖你太高端的 把低端的它打黑了 因为你本来是不可能生产的高端的 对吧 你生产出的就是低端的 现在是ASMO连低端的 给你成功的机会都没有 谁用低端的呢 低端的一出来 一个大挖法里面 几万个 这个小的这种集成电路 一个坏掉 整个挖法就丢掉了 所以这个成品率是非常重要的 你小的光刻机出来 哗哗哗全丢掉了 投资人受不了啊 投资人要的是成果啊 投资人不管国家核心竞争力的 他没有这个责任 他没有这个义务 所以 这就是 垄断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自卫领导下 国家核心竞争力 永远没有 不要说那个C919 不要说高铁 看看高铁里面买了多少技术 如果某一天 高铁的这个龙硅 某一种产品 某一种钢 或者某一种这个轴承 工艺商 停止供货 还跑得动吗 高铁的控制系统都是谁的 问题是 国主委这帮人不懂啊 他要闹懂一个行业都不容易 他要闹懂一个行业的一个企业的一个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都不容易 专业人士都要学十几年 半岛的行业一个专业技术人员要学多久 就算你是中国顶级的世界顶级的大学 北大福大 微电子专业毕业 MRTV电子专业毕业 你四年学出来 你可能还得再培训一年 在工厂里面只能做个engineer 从第一段的工程师开始做 然后呢 你还要踹很多不同的线 你才懂 大概需要六到十年 你才能做到这个高级一点的senior manager这个层面上 你这加起来都花了十年了 对吧 你才是技术的导向 你还不懂商务 还不懂模式 还不懂沃洞呢 你要到沃洞要去读个书吧 要到哈佛去读个书吧 读个NBA吧 你还得几年实践 出来以后你还得再实践一把吧 没有15年你成长不起来 国际这些官员成长了多少年 你就敢对这个代导体行业去发指示 发政策 告诉大家怎么创新 代导体行业前途在哪里 路在哪里 发国家战略 十三五规划 实际五规划 这有用吗 你真搞懂了吗 代导体行业没搞懂 人工智能呢 生物工程呢 生命科学呢 基因工程呢 懂得没几个 懂得没几个就该去做规划 全国性的规划 这种体制的弊病啊 显而见 外行在领导内行 外行控制了一切资源 全力 内行没有话语权 一万年也发展不起来 高科技企业 所以很多人说 我们要用 三五年时间 在半导体行业有所突破 对不起 三五十年都不行 有一位专家 有一位官员 叫工信部的这个官员 他有个讲话 我认为他的思路是很清楚的 就是苗 苗尾吧 我上次把这个字读错了 那么这位先生呢 有过一篇讲话 就讲制造业的风力 他把美国分第一类 全产业链的 全产业链的 全能创新的 这个充分的市场竞争的 自盟用意很成熟的 美国 第二类呢 日本德国 部分的加拿大 部分的澳大利亚 部分的英国 部分的荷兰 部分什么 这些发展国家的 第三类呢 就是 General的这种 比较popular的这种产品 哎呀 一双这个 带有创新的鞋 对吧 我这个鞋很好 我这个鞋呢 可以自动的 把你的脚气治好 这是创新 算不算创新 算创新 不算高端的 对吧 还带有凑气的 那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 你也只能集中在这个领域里面 你的工业的重心在这个领域里面 中国 就是制造业 它排在第三类 第四类 第四类嘛 就是什么 泰国 捷布在啊 这些国家 那中国有 有可能有一部分的产品 在第二类里面啊 个别的 我们不能排除说中国没有 中国有一个公司 我是比较欣赏的 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叫科大迅飞 就是中科大的这批人呢 当时拿了柳传志先生的这个投资 这种 这种机制就很好 聪明的脑袋和这个 聪明的钱结合在一起 一个聪明的企业就好了 就是我们不希望他以后作假 能够有一些这个成绩啊 好像这个科大迅飞在 人工智能 语音这方面做的还不错啊 所以呢 这个简单啊 就给大家 分析一下 这个国营企业的这个 拥在国资委的这种体制 对于创新来说没有好处 没有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建设 这个地方呢 我 我再给大家所谓 再讲一下最近发生的 另一件事情啊 就是跟这个 大家密切相关的 这个事情引起我的警觉 是因为 我看了这个中国股市的异动 对吧 股权质押和这个 融资融券 这方面现在强制 平仓的这些企业多了 意思什么呢 因为没赚钱 没钱 没钱赎回啊 就被强制的平仓了 对吧 而且很多企业 大概有十几家企业都是 一百二十家企业好像 就是买仓质押的 就是全部的股权都质押出去了 这里面就包括重庆钢铁 二多四这种传统的钢 这行业 要小心 财富就在这种 一次一次的平仓 报仓里面被掠夺了 就是对内啊 对内太好你的钱包 就是财富被掠夺了 那么还有一个对内 就是印钞 印钞这一块呢 我的判断是 他可能还得做 没有其他的漏 因为没钱 没钱你得印钞吧 对不对 你不印钞 这些消费 投资 都等着呢 没有钱 又动不了了 大家都死掉了 所以他还得印钞 这是规模的问题 每一次印钞都是一次掠夺 我前面的节目讲过 很多人不明白 为什么掠夺呢 你有十块钱 国家也有十块钱 二十块钱 二十块钱的物资 一对一的对一下 如果国家说我现在钱少了 我印钞 他得印了二十块钱 总共市场有四十块钱 但只有二十块钱的东西 所以你原来占百分之五十的财富 现在变成了四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二十五就被抢走了 被国家抢走了 国家抢走到哪里去了 他通过那个投资体系 国营企业的投资体系 交给那批人来 所以每一次印钞都是全国人民投钱 养国营企业 养吃财政饭这批人 道理就这么简单 这是一次财富的洗劫 没有办法 走到现在了 他除非进行大的经济体制改革 像我说的 减税 被裁员放松管制 他不干 不干嘛就只能这样 一次次的掠夺 那民间的资金是有限的 你天天抢 那个裙光带来你还抢 对不对 他就造反了 凯特斯基不就这样起来的吗 对吧 还有一个异动大家要注意 就是人民币的汇率啊 这个波动了一下 反正吓我一跳 我虽然在国内没多少钱 但是我觉得这一波动啊 很多人睡不着觉 就是人民币贬值 昨天好像到过6.5亿 人民币贬值将是一次外面的啊 就是对内印钞是抢你的钱 对外人民币贬值也是抢你的钱 因为你跟美元会对比 你的财富会缩水 你说哎呀 我不到美国去啊 我的钱就在中国放着 他不会缩水 不可能 因为人民币一带贬值 汇率一带波动 很多定价机制啊 都按新的这个汇率基础去定价 影响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会把这个 这个贬值啊 效果啊 输入到国内 你在国内也逃不了 对吧 很多定价呢 很多定价呢 都以这个新的机制来定价 最重要的是 很多定价呢 是展望在美国人手里 以美元定价的 那么你外面呢 又被洗劫一下 人币贬值 概率究竟有多大 很多人问 我的看法 接近百分之一百 没有办法 就是印钞印的一定程度 抢 对内抢钱抢完了 那他就要贬值 顶不住 你不贬值 就怎么办呢 就闭关锁国 贬值 是大概率事件 那么其实贬多少呢 人民币不是 就是说这个人民币啊 这个汇率是怎么定的啊 这件事本身也是 很蹊跷的 因为对这件事情上呢 张武昌先生 发表了很多文章 原来是只购美元 以后呢 张武昌先生的意思是 你不要购美元 你购物价 但是周晓川同学呢 不 他要购一篮子货币 有美元 但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是谁 不告诉你 比例是什么 也不告诉你 所以张武昌先生气得说 那我再不说了 对吧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人民币实际上是 官方操纵的 操作的 点多少 完全是官方 根据情况看 但往往 这就是计划经济控制 这个汇率的这种机制 往往官方判断都是错的 他对市场的信息控制 信息理解啊 本身是滞后的 而且呢 也不全 并且呢 还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 所以最后定出了的那个汇率 是考虑的方方面面的 最后是一塌糊涂 如果官方控制呢 他就要考虑 他就可能会 点个百分之十啊 如果跟美国打得很厉害 我点个百分之一百可以吗 当然他不敢了 不可以 不能这么干 这么干通货膨胀 太厉害 电子币 稳利润润都多了 所以大家手里的钱 都不值钱了 他不干 但是百分之十 我估计我个人的看法 是百分之十 是少不了的 就是到七块钱 今年啊 如果你真的按照考虑 这个进出口方面的内容 可能在 别百分之十 美国人征收你百分之二十五的关税 你别百分之十嘛 双方那个一对冲 估计这个 这个美国人也拿不去 拿不回多少这个这个送差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要看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打到什么程度 汇率一带波动 那就打到金融领域了 汇率一带波动 最信奉的是这些基金 投行 高盛 哎呀 你终于有机会了 做空啊 做多啊 对吧 你汇率一直不动 他没有预期 那他做空也不对 做多也不对 他不知道 他不玩你了 对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一定要看 就是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 会不会打到金融领域 一旦打到金融领域 我坦率地讲 就撕破脸皮 大家基本回不到过去 就是说 没有退路了 一定是要垂给你死我活为止 那我感觉 我感觉川大爷的角度来看 他正准备这么干的 他对中国的愤怒 可能日益加深 因为这个胡锡进同学的 这个石头啊 一再丢 所以呢 他可能会 还有后招出来 今天呢 就给大家解读这么多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